凯慧 现在提各位议员提出质询 初见议员请发言 主席 县长 副县长 虎会 秘书长 各位练习的主观馆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本期这边第一点想提出质询的就是 有关于我们马祖贵县 我们不但是所谓的医师荒 在我们生活日常里面 我们感觉到像那个语言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也就是所谓的生理障碍职能的治疗 以及小儿职能治疗 心理障碍职能治疗 社区职能治疗等 这些都是目前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所谓的专业的 所谓的技师 那么我们的保送制度 未来是不是可以朝向这方面 来做一个规划 确实地方也是 有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大的需求 刚刚我们同学也咨询到 有关于说医师 那个护理师的缺乏 也确实你看大同之家 已经真的45人的 肯隆纳这么大的一个45人的收容的地方 但是护理师不够 曾经在那个爆章杂志上看到那个护理长 那个林玉凤投稿 就是说 你整个薪资部分 你也只有三万多四万 然后来到马祖的交通 食宿等其他花园 我来马祖做什么 我来马祖主要是 有好的工作吧 好的收入吧 对不对 你收入还不如台湾的 我来马祖做什么 第二个他也谈到说 那个 无法安排时间前往台湾 进行短期的专科训练 对医护人员专业 也受到影响 长期下来是严重的恶性循环 那表示说你这一面医师 护理师本身不够 不够这些去台湾做短期训练的 几乎是没办法派去 对不对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他这样投稿 那么我想政府是不是有重视到 这一方面的问题 这一节我想先请县长回答 那至于说未来的 这些技能技师 治疗师等等 在制度上要不要去 从这方面去着手 假如说政府的 产照2.0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空有这个政策 没有实质的受益 给我们乡亲也是空谈 对不对 这样说有45个的名额 但是你没有护理师 也没有这方面照顾的 这些医疗人员 那未来我们谈什么 产照2.0 3.0 对不对 只是画饼充饥而已 好 主席财师为了 请现场做个答复 好 请现场做个答复 非常谢谢苏建议员 就是关心我们医疗人才的训练 以及养成的问题 我想地方的建设 地方的发展 地方的进步 人才一定是根本 不仅仅是医疗人才 其他的建设土木 教室资讯等等 都是地方非常缺乏的人才 那我们不仅仅 就是医护人员 有时候找不到 我们其他相关的资讯 教室等等 依然也会常常找不到 主要的就是 以我们这样子的地理环境 就是人才一定是我们一直 不断努力在培养 在招募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怎么样 不断的能够提升 我们人才的素质 充值我们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政府 一直要去努力的 所以说我们在人才的培育方面 基本上我们最终的目标 当然是希望在地化 那如果完全的在地化 它一定要有一个 够大的一个市场规模 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在地化 但是我们在地化这种目标 一定是持续做 比如说我们透过 工费的保送 离岛的保送等等 以及要透过这个地方特考 高补考这样子 就是培养在地的人才 另外除了培养在地的人才 这样子一定是 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地方的需求 另外就是要引进外来的人才 那随着这个地方的一个进步 以及交通的改善 以及环境品质的提升 那现在就是引进的人才 其实比过去也是多很多 那有很多就是不是在地的人才 其他台湾各线是来到马祖服务的 也是非常多 但是就地方的发展来说 我们感觉上它能然是不够的 不够的 当然不够的原因有很多的条件 环境的因素 家庭的因素 包含待遇的因素 但是就待遇的因素 因为政府 它待遇的话 它有一定的规范 我们会依照这样子规范来 来执行 但是另外在医疗党委 我们另外有一些奖励金的制度 那我们透过品质的提升 服务量能的增加 然后提供比较丰富的奖励金 让人才愿意留下来 这是另外一种引进人才的方式 另外就是因为这个知识的进步是不断的 所以说怎么样加强这个人才的训练跟进修 也是我们各单位一直在努力的 那现阶段 当然有的时候是短期的训练 有时候是长期的训练 那我们像医疗能力 因为像我以前 我毕业的时候是马上就回来 但是现在不仅仅完成专科医师 还要完成次专科的医师回来 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 我们训练的一个标准 以及训练的一个深度都会不一样 但是持续的训练 那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 比如说视讯的方式 参加医学会的方式 参加研讨会的方式 加强这样的训练 我们仍然会持续的 其实我们内部 其实像伊朗的内部的一个会议 也是持续的在推动 另外就是说 那除了人才在地化 我们在地培养引进外来的团队 那我们也透过计划的方式来充实人员 比如说我们透过跟台湾医学中心 或者跟台湾的一些团体合作 就是引进一些能力 能够补足我们的部队 所以说人才的部分 一定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相信 人才的部队一定会存在 这代表地方的进步 地方的需求会逐渐的增加 但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 我们怎么样善愿既有的能力 那提供他更好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然后增加诱因 然后加强训练 能够提升他服务的品质 能够让他能够在地化 然后留在地区为家乡 为地区来服务 这是我们会一直努力的方向 政府教育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学者能够学以致用 所以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甚至要给他一个机会 我看到地方面这些护理的也不少 甚至于说为了薪水之后 我说薪水没有多高 然后又有工作的压力 我干净不做了 我去做导游 也是有这些人 也是有这些乡亲 对不对 我想应该要从制度面 怎么样能够留住人产 人产没有留下来 那么相对的这些 在线上的压力就很大 就如同那个护理长所说的 他变成短期之内 到台湾去精进去深造 没办法 政府现在是所谓的 非常重视证造制度是对的 但是要给他们这些 在职产上的 有这个机会再去 再教育 再学习 这方面政府是不是 要朝这方面去规划 总是让他有一个等待 不是说老爸 我还是阅故人员 我没有 没有在 一个升迁的机会 甚至说 再没有这个 薪水能够增加的机会 我当然就不做了 对不对 你谋他就 这方面我们是说 有做好一个长期的规划 那么对未来的这些保送生 我们也没有去讨论过 研究过 包括说本期刚刚说提到的 有关于那个语言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现在很多都是 要有证造制造的 才能做这些 所以说 那个早生儿的这种 或者是 那个缓慢 吃缓儿的这种 一个教育的 这个所谓的制造 我们也没有朝这外面去努力 专业的 未来保送制度 是不是有 能够把这个也列入在里面 是 那我们每五年会更新一次 五年的一世人员培育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会依照整个地区的需求 就是培育 就是各类科的 包含医师 护理师 甚至我们现在包含社工师 亚医师 包含 副健师 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等等 都列入在我们的培育的范围 但是有的时候 你这样子的一个培养的是 跟不上我们 整个社会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计划 比如说跟 台北市的联合医院 或者跟一些职能治疗师 工会合作 然后透过他们的计划合作方式 来支援我们 但是长期的目标 我们都希望在地化 但是在地化 我想这要走一个 很长的一段路 那现阶段不可能 百分之百满足我们的需求 因为毕竟我们的市场 是非常的小 所以说怎么样 朝着在地化的这个目标 会继续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用计划的方式 弥补 这人才的不足 这是我们一直努力 但是长期来说 的确是会照着 苏健医员的目标 我们继续朝向 在地化目标去努力 那护理师的缺 那怎么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补上 你既然说有这方面可以收纳45人 但你没有护理师啊 没有这方面可以照顾的护理师 就如我们阿彪医员所说的 对不对 你要请专业台湾进来的 起码起跳一天两千块 还要给他什么交通费 什么住宿啊什么都要含在内 一般家庭是负担不起的 对不对 我既然说政府有这么好的一个政策 不要话饼冲击 我这边有这个床 怎么都够了 但是没有人照料 没有人照顾 这方面我们在短期之内 怎么样能够把这块补上来 是 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 就是 其实 护理师的缺 在全国是很普遍的 因为它流动性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流动是很快 甚至的确有些人 他离开护理师 去做导游等等 这现象是全国普遍的现象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会继续努力 刚刚讲到的 就是对于这个长照的部分 其实在 因为在一个长照机构里面 它对于这个人数 护理师的配比 是有一定的人数 那虽然说 我们没有 可以 就是 有那么充足的部分 但是我们地方 在地陪的 它是搭配护理师跟照顾服务员 那我们每年也都训练 就是照顾服务员 其实照顾服务员也有 刚刚苏建源讲的这样 其实我们也发现 我们训练了很多照顾服务员 他就离开去做导游 这是一种 就是职业的 就是一种转换 也是一种常态 但是这个训练 这个培养 我们会继续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年 都会办照顾服务员的一个训练 那未来的趋势 照顾服务员的需求一定会增加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力 投入这个行业 那让我们的长照计划 或者是能够推动的会更落实 那这个部分 照顾服务员的这个能力的 充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我想积极一点来把这块给它补上来 第二点我想今年都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然后大家可能对于所谓的 萊克多巴胺的这个奶猪 可能就讨论的比较少了 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县长 就是说去年 因为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总统直接片面的 就同意的萊克多巴胺的猪肉进来 那么我们马祖我们现在整个执行的情况怎么样 也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出来 大家现在本来说今年的8月28号叫公投 反奶猪 而且因为疫情的影响 挪到12月18号 全国公投 那这一次我们这一年来 我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出来 对于萊克多巴胺这个奶猪 我们执行的成效如何 挡了多少的这个 那个奶猪的肉进来马祖 也没有上面一个统计资料 我想这个部分 对于这个萊克多巴胺的 这个租资的一个计划政策 我们仍然是持续的推动 那实际执行的成果 我是不是请政局长跟你做一个报告 那请主席 阐事请那个 卫福局政局长答复 好 政局长多长 现在请坐 谢谢主席 谢谢苏建源 对萊克多巴胺的关心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 没有因为疫情的部分而停歇下来 就像去年底开始 我们就在接受成立释放区来辅导 那今年开始我们每一季都来 采检市售的肉品 包括加工的部分 那我们一到六月 我们有采检的八十件 那这八十件都是送给FDA的合约实验室 那目前的部分都没有检除 这是第一个要报告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针对市售的部分 我们有快筛的试剂 如果有仪式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现场的快筛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四乡舞蹈 其实FDA今年都有补助能力给我们 我们会不定期的都在四乡舞蹈的店家 餐厅市售的部分来进行稽查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 针对马房部的肉品的部分 议员也非常关心 那我们跟马房部这边 也保持密切的联系 它是统一的有一个供应商 供应到马祖 所以他们有供应 统一的一个把关的机制 所以我们有跟一参观讲 他们所有进来的肉品 都经过把关进来的 以上报告 比如说那个 我们这个防卫部 跟我们市场 目前有没有查到 有这些来际的这些猪肉 没有 都没有 希望在虽然是疫情期间 我想希望这个食品 卫生安全把关这一面 那么贵局要多辛苦一点 为了我们县民跟那个军民的 军人的这个健康着想 我们希望朝这方面来努力 好不好 好 我们会努力 谢谢 请坐 另外一点我想这边请教一点就是 有关于那个福州民东话 福州话现在纳入我们所谓的官方的一个语言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是处长答复 还是文化处长答复 就是说 我们乡亲跟我建议说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开设一个所谓的电视哪一台 播放大陆的做福州话 福州话 生我福州话的 公榜话 切切的 这边他们说 在福州电台里面看到感到很亲切 他们这一辈 这一辈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这些 感觉这很 很亲切 有点所谓的 回忆过去的一个年代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设这种的一个 那个语言的那个平台 就学习语言的平台 那孩子也可以学习 老一辈也可以回忆 那孩子又说棒了 脱脚又说话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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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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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可不可以开设这种一个电台 是教育处长答复 还是文化处长答复 文化处长答复 文化处长答复 谢谢主席 也谢谢书坚议员 书坚议员其实提的这个部分 我先说明一下 就是因应国家语言发展法 其实在连江县里面是有很多 很多相关单位都有共同要努力的部分 那除了教育的部分 我特别说一下文化 那文化的这个面向上面 当然就像书坚议员刚刚提的 相关的能够做推广的事情 我们这边都试图的在做努力 那目前已经有规划 就是透过这个YouTube 然后邀请YouTuber 这种的方式来做一些特别的节目 那另一个部分 我们事实上在前两年 就已经在做了 就是邀请一些 这个有文史的专家 我们来做这个 麻祖攀展起 麻油攀摁起 然后也有讲一些属于 麻祖的相关故事 但是我们的平台 大部分都是TOT平台 或者是网路的平台 这样的方式来做 目前倒是没有 还没有规划到说像 这个地方的第四台这一类 你这个 在你的想法和规划里面 是可以取得这个 影带或者是资料 我们做的不是影带的那种 我们做的是 我们自己设定主题 讲麻祖的故事 然后把它做成 自播的节目 可是如果说是影带这种的话 因为它其实有授权的问题 还有就是 如果又牵涉到中国那边 可能授权可能还不只是 台湾单一的法规能够处理 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要研究一下 再来做参考 等疫情过后 假如说有机会去福州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他谈一谈 说他们在那个 有一个公福技娃的平台里面 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是 这个部分事实上在早期 我们有跟他们谈过 他们好像是福州的第三台 还是第四台 是一个全福州语的节目 那当时也来过麻祖 有自播过一集的这个专题 带回去做播放 那么那个时候 我也跟当时的福州市的文化局局长提 说是不是有机会 他们能够针对一些 比如像儿童喜欢看的卡通 由他们来去做翻译 跟这个录音录制以后 share给我们这边来做 一起共同分享 可是他们也表示 只要牵涉到 不是自己自播的影带 著作权的问题 其实相当复杂 费用跟授权的费用也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连他们的财力都暂时无法的话 可能这个方向上面 我们还要再做讨论 那至于这个 他们的颁奖节目 是不是能够放到麻祖这边来播放 可能真的要等到两岸这个 这个疫情过后 能够互通以后 我们再来做讨论 好的 谢谢你的答复 好 谢谢 好 下面这一点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县长 我想县长在2014年的11月21号 晚上23点22分 曾经在为了县长的竞选 四点的具体措施就是 加速缓帝渔民 第一点就是说 反民众与县府官司诉讼 民众胜诉则将不提起上诉 寻求双赢 我想县长的承诺 四点 相信在LINE上面 也跟本席说 刘县长你累了吗 你真的累了吗 当时你的这方面 事项竞选的承诺 那到底 有没有一下一下的去落实 包括说 刚刚第一项你先答复本席 就是反民众与县府官司诉讼 民众胜诉则将不提起上诉 寻求双赢 这一点你也没有做到 好不好 主席采示 请县长 主题这个 好 先来做回答 基本上啊 就是民众跟政府啊 在诉讼 在诉讼上 如果说民众胜诉了 基本上我们政府是不会再散訴 对 有炒之外面在做 是 有炒之外面努力 是 因为任期明年的 是 我们都依照这样子的原则来处理 好 第二点 依据行政院 10月28号订定的 马祖地区 土地申请 缓缓实施办法 加速进行缓帝渔民 是 这也是你的证件之一 是 这一点我们现在缓帝渔民的 整个 这个政绩是如何 是 也没有 呃 当时我们议会去年决议吧 四月 去年的四月八号就停止 停止在做这个土地的一个一个 总登记了 现在我们实施的这个 这个 成效如何 是 呃 我想啊 呃 落实 环绿渔民 一直是我们 的 政策 所以说 呃 呃 我们不仅仅啊 就是 组织修编啊 成立的地震局 那地震局成立以后 我们已经 发发 发给民众全装 四千零二十一张 嗯 四千零二一张 当然有一些部分啊 我们会持续的在做 我想 環帝渔民一定是 我们政府的政策 那 我也要求 地震局啊 依照相关的法律 只要符合相关的法律 一定要加速 环绿渔民 让真正 原有土地的民众啊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程序 能够落实政府 环绿渔民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 合发权战 已经有四千多张 好 第三点 我想说 你这里面证件说 上任后 立即邀请 地方有关 专家学者 地方齐老 地方忍试 民意代表 相关单位 召开土地专案 研讨会 沿尼加速 广地渔民方 请问 你这个会议开了几次 拜访地方齐老 跟相关单位 会议有几次 我想这一个部分 应该是 有开过几次 但是后面 政策已经确定 以后 就要由秘书长来主持 也成立了一个土地 专案小组 那这个部分 执行的情景 是不是请秘书长 跟你报告一下 好的 好 主席才智 秘书长做个答复 县长请做 秘书长做报告 谢谢苏建议员 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 应该是说 比当时 县长提的这个 更具体的一个做法 我们是邀请了 专家学者 还有中央的地震 师那边 还有地方的这些 怎么讲 地方齐老 地方人士 对 地下人士这些 我们组了一个 土地 審议 一个 一个怎么讲 解决问题的小组 大概 每 我们以前 案件多的时候 大概每三个月 会开一次 那所有有争议的 大概都会送 那目前 这个功能性 是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 民间的单位 它或许对政府来讲 没有拘束力 可是我们这个小组 不一样 只要是经过 这个小组通过的 因为它里面 成员有包括 内政部 内政部的 然后 还有国防部的 那个军备局 所以 我们通过的案件 都会形成一个案例 所以 目前大概 我们所有的 土地的争议问题 都是经过 这个小组 审议 就是做成决议 它不见得是法定的 可是它 确实能解决 大部分 我们土地 目前争议的问题 所以这个功能性 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为什么现在 我们法定的政策 大概 几乎都 不会形成一个 真正的争议 就是因为 那个争议问题 到了这个小组上面 几乎都解决掉了 所以这功能性 是非常非常大 你自己感觉 功能性是 有发挥它的功能效益 对 好 第四点 现场提到说 协助 土地 以官司败诉民众 进行释泄 给予民众 再一次的 救济机会 本身也听到 乡亲的一个说法说 驳回 就驳回了 他们没有人管我们了 然后再 再诉 也是一样驳回 这到底什么原因 这跟 政府当时 跟现在的政界 南源北车 差太大了 乡亲的整个诉求说 怎么会这样子 你当时也同意说 没有 那个什么因素 就马上 土地还给 乡亲 但是后面 你们又 食言而回了 又不能缓了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应该这样讲 现在土地 就是 地震 地震 地震局这边 驳回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其实 很大一部分什么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土地纠纷 这个纠纷 其实 不是他们跟政府的纠纷 而是民众跟民众之间的 土地重叠的纠纷 这个部分占了很大的比例 那这个其实是跟公部门 当然 就是说我们会去调解 调解 透过调解的程序 可是往往调解 不成立或者之间 我们也鼓励他们自己做协商 做分割 可是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之下 即便有政府公权力 是很难介入 私权争执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跟公部门 像公部门如果说 像我们地震驳回的话 他到我们数院委员会来 通常我们大概数院委员会 应该是目前数院会里头 全国 撤销原处分的案例是全国最高的 所以 撤销原处分就表示 回到原来的 就是为了民众的部分 站在民众这边 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 当然也是造成土地 为什么一直 驳回的原因 因为只要两边争执 谈不拢 我们大概只能 以地震来讲 它只能驳回 所以这个区块是 应该是跟政府之间的纠纷 是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是 确实是比较复杂一点 那你也知道最近向清城一个 还我土地 一个委员会 你也知道 是 到底什么原因 总是有 这里面 成员也将近有一百个的 表示说民怨 还有一百多 一百多多起的 土地的这个民怨 是 我应该跟 苏建议员讲 土地问题 刚刚县长也特别提到 我们还地愚民 我应该这样讲 我是还给真正土地所有人 我这样讲的意思 你听得懂 还给真正的土地所有人 可是基本上 如果说是真正土地所有人 譬如说 我譬如说 很多民众是认为说 这块地我提出申请 譬如说从 以示威所有人来讲 以地震机关成立到哪一点 他申请的时候 他会写说 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譬如说 民国五十八年到六十五年 这个 我占有时间 五十八年到六十八年 我占有时间是十年 好 这段时间是我占有 可是呢 国防部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对国防部 我知道这个小组里面 主要是针对国防部 他譬如说国防部 后来我们去 要求国防部 上面有个银色 有个防射 那防射一查 那个银产证明 正好在他占有的中间时间 那个防射就已经在那边了 所以他这个举证责任 就被国防部这个反驳了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说 诶 这个 我那段时间 我提出战友了 可是国防部提出的证明更有效 为什么 他银色那一年 他其实他时效就把它中断掉 类似这种情况 他们现在就是说 我知道很大一部分 他们对国防部很不满 说那你这个 这个地在你来之前 就已经是民众 你军方是后面才来的 那类似这些 可是在法律上 民法 他占有的时效有一定的规定 他要继续占有 不能中断 所以这个 他们后来也讲说 那我当初写错了 那段时间我没有 可是这个不能 你写错 那每个都写错 我们通通这个 所以很多在这些 类似的这个争议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如果是还有一种情况 譬如说 他申请的面积 我跟你讲 我可以出现报告 有的申请面积 都超过上万坪的 几万平凡公尺都有 像这些 我们大家都知道 像类似这种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困绿 都困绿里 困绿里 在栽轨 其实大家民间都知道 你一申请 申请几千坪的土地 事实上 它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基于就是 证据法则 跟习惯法则 是认为说 这个是不可能是它的 所以才会破 那这种的个案 我们都会拿到 土地小组去讨论 它就会形成一个 案例法 类似这种 那我不可能 全部 其实以现在比例来讲 我们是相当 算是相当高的 我大概做个初步的说明 好 民主长 谢谢您的答复 因为时间的引数 我这边在主席届 三分钟 我想请县长 做一个答复 就是 金门县议会 110年7月30号 召开了 为品妇 军战免地 邀请相关单位 协商 会议计时 这里面有15项之多 这边 15项之多 就刚刚有 秘书长所提到的部分 当时 不是完全 证购的 而是征愿的 或者是 征收的 它是征购的 不是征收或征用的 这方面 可能引起很大很大的 金门乡亲的一个权益受损 我想说金门 也是从民国 41年到45年 就实施了所谓的 土地的一个总登记 它比我们马祖更早 我们是战地中子 之后才开始做的 我的意思是说 金门既然议会 邀请各个相关单位 来召开这个会议 那表示金门的这些土地 的民怨也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金门马祖 属于福建省的 两个难兄难弟的一个现份 金门有这种问题 马祖也是这个问题 我是建议县展 是不是说 疫情过后 还是说 缓和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 请相关单位 组一个 类似于 那个 去金门 去分享他们 这次开会的结果 怎么样的作为 我们未来 缓地于民的一个参考 这一点主席才知 请教县长可不可以做得到 好 请县长做回答 非常谢谢书建议员 我们再次的强调 就是 缓地于民一定是我们 宪政的一个政策 但是基于刚刚讲的 一个私权的纠纷 以及法令证据的不足 就是在这过程中 会有一部分会被驳回 那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更完整的方式 可以解决 刚刚书建议员提到说 金门有这样子的案例 我相信如果金门有这样子 他如果可以 我们当然一定也可以 那我们一定会密切注意 金门的做法 以及他的相关的法令的依据 那我们会去收集相关的情形 如果他们可以试用 我们一定也可以试用 本席的意思是说 在疫情过后 或者疫情趋缓之后 是不是能够请贵夫 成立一个 包括说 议会的 或者是协服的 职业到金门去 看看他们这15项 因为时间的因素 15项我再念下来 可能时间是非常的不虚可 那么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去那边去分享他们 议会所推动的 这个会议的一个会议结论 看看我们怎么样子 吸取他们的经验 作为我们未来 皇帝愚民的一个参考 是 我们一定会收集他们资料 参考他们的做法 那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派哪一个专案小组去吧 去了解一下 跟他们做一个交流 是是 一定是可以的 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要过去 因为现在资讯这么迅速 而且透过这个疫情 不一定说要去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认为 他可以做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尝照他来做 好的 好 请坐 谢谢 谢谢 苏建源提得很好 我说我们今年 只要疫情缓和以后 我们国内正行考察 最早请秘书长 陪我们一起去金本 去拜盘一下 对这个徒弟非常有研究的 或者我们协调干什么 我们拜盘一下 好不好 这个意见很好 我们到疫情差不多以后 好不好 好 陈议员请发言